耶今天來到了我們挑戰計畫 也就是縫地鎖的第一次路跑載 今天要來挑戰12.5K的城市路跑 等一下我會陪著你全程慢慢跑好不好 你看我今天還特別穿了雨衣 我就是擔心等一下要跑太久 然後會很冷 而且今天天氣我覺得算是你最裡面有幫助 怎麼說 因為你是寒帶動物 因為我的那個核心很容易過熱 對對對 今天的氣溫大概只有12度 所以我覺得算是對你來講非常有力 對我比較有力 有沒有聽到已經快出發了 就出發了 好啦我們趕快去 GO 出發出發 第一次跑這種 第一次跑這種就是 竟然連出發都在這邊拖多久的 這個人記得好不好 好 這樣就算出發了嘛 對啊 有成績了就好啦 出發 我們今天要挑戰 12.5K的路程當中 我們等一下呢我們 前面 就會慢慢上橋了 我們先熱身一下 感覺狀況如何 現在走得不準啦 目前 進行了 大約是 700公尺 不到 我們現在在這個圓環 平常只會騎機車來 我想你這輩子應該沒有用走的在這邊過吧 有啦 真的假的 肇事晚會 不是啦 那你根本就是 懷活了二三十年耶 為什麼 你只有從肇事晚會 才從那個總統府走出來過 我們等一下會一路 在仁愛路這個方向前進 然後我們大概會跑到 金山南路 然後左轉上新生高架橋 那個地方 會是考驗的開始 因為那邊是一個上坡 跟你說 這是我第一次 已經 五四三二一蹦了 我們還在那邊穿移 還沒有出去 還沒有出去 但是沒關係啦 因為今天畢竟是 陪你完成你的人生 算第一次路跑 我真的第一次路跑 完全沒跑過 以前有帶四張學生去跑 三公里那不算吧 七公里用走了 好我們今天目標是12K 然後 剛剛已經解鎖了一個 你的第一次 也就是在圓環跑步 等一下第二次 會直接上新生高架橋 你應該 沒有騎車上去過了吧 這個沒有 也不可能造勢造勢到上面吧 我們等一下會用跑步的方式 在新生高架橋上 讓你看一下台北的美景 雖然今天因為12月才跑這樣比賽有點冷 天都還沒亮 但以往其實 大概在比賽的時候 6點左右就會天亮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台北的美景 好 胸口快進進的 這麼快喔 調整一下呼吸 好了完成 DK DK DK6分47耶 其實有點快 真的嗎 你已經在爆汗耶 對啊 明明就很冷 我核心開始要過熱了 哇還好今天溫度是氣溫偏低啊 現在黃燈 現在閃黃燈了 OK 現在DK6分47我覺得算是 你一起稍微快一點 真的嗎 可以再慢一點點 我覺得你大概要抓7分到8分數 可以完成我覺得就不錯了 嗯 所以 等一下過熱的時候記得把拉鍊拉開來 好 怕你太熱了 準備 轉彎 進入 新生高架 金山南路 金山南路上去 人生第二次解鎖 第二個解鎖 解鎖你第一次跑高架橋 Yeah 進走啊 進走啊 你剛剛在進走 小小走一下 只是因為你看 上橋開始擁設了 有沒有看到開始擁設 嗯 大家到上坡就會開始自動調降 所以等一下你就是會開始覺得 喔這本來就會這樣 對會這樣 就是比賽的時候遇到上坡通常都會 速度會變慢 所以 通常卡位卡前面可以解決這問題 那第二種方式 就是你要在這邊穿來穿去 那最後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等一下做的 跟他們一起走 跟他們一起走就好 先走好了 先走拜託 還很遠欸 等一下還沒到 現在要先走 他有點習慣那個節奏 排中原來就要走 等一下我們 開始進坡度之後 山南就在後面推你 用走的前進 快要到頂了 快要到頂了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對小步小步前進 快要到頂了 對 OK了吧 喘渡現在如何 有過高溫嗎 現在 差不多75度 好像還可以控制的範圍 好沸騰的 OK 我們已經進入坪路了 接下來坪路 就是 可能會稍微風大一點點 這邊接近快2公里了 那等一下就是 蛤 現在才2公里啊 對啊 才2公里而已 我們總共要跑 12.5 所以已經差不多過一半了 蛤 前半的一半 前半的一半 2公里是12.5公里的一半 是6公里的接近一半 哈哈 第二K 7分42 馬上比我們第一公里慢了一分鐘 蛤 但是這樣OK啦 這比較接近你的 所以我們就用快步 也OK 看 我們現在的行程告架 這邊 以往都只有開車經過而已 跑在上面感覺怎麼樣 所以風景還可以嗎 沒有那麼慢看這些東西過 好 所以你現在好好看到那些廣告出租 在寫什麼 哈哈 都你第一次看到 等一下 這邊前面路轉啊 大概會是 停路為主 那到最後 快到圓山那邊 會比較明顯 會有下坡上坡 然後 折返之後 折返又爬坡了 又爬坡了 就要進入走路模式 我最上場的 OK啦 繼續努力 等一下 應該3公里會有個水站 好的 第三K 7分36 越來越慢 終於抵達水站了 還好 剛剛3K7分40幾 7分半 所以可以7分半 好的好的 外面回來了 然後我們也即將進入第一個水站 OK的 OK 等一下 前面已經是可以消水的地方 現在等一下 水站想吃什麼 這什麼 快速變大 欸 或是那個 麻辣乾麵啊 麻辣乾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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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什麼 米干巧克力糖果都有啊 看一下哪些 可以吧 還是吃果酒 沒有沒有沒有 吃果酒也可以啦 我們現在 策略性往左切 往右切 你是不是很想下橋 你給我跑過來一點 瞧 現在就有公車了 可以上 不是不是不是 往左切 你往右切 等一下直接跑下橋 等一下水站 有一個泡麵尾 對啊 這一次不是 會有泡麵吧 怎麼可能 哇 好讚喔 可以來這邊吃早餐了 好 我們用走了進去 好 稍微調整一下呼吸 用捏的是不是 用捏的 你手指櫻爪 櫻爪這樣 來看一下 運動你了 還不拿喔 要拿要拿 這不拿沒囉 要不要運動你了 我們第四公里 跑7分50秒 完蛋 完蛋 可以附在 持續下降中 不行 要加快 你現在的核心溫度 來到幾度 78度 喔 上升了大概3度左右 3度 好 等一下我們下一個水站 我們直接 把那個水桶拿來幫你淋一下 好 澆水一下 沒問題 連保鞋帶這招都用上了 是真的掉了 跑這麼慢也可以掉 這麼快 好了 不好意思 你是嗎 我剛看你鞋帶很緊耶 你是自己把它拉掉嗎 沒有 踩到 好啦 好啦 通常第一次理由都比較多 我不是真的在那邊裝好不好 真的掉 在這個黎明的早上 黎明 你看這個天即將亮起來 以前的你現在在幹嘛 誒 剛吃完宵夜 對啊 現在的你 滿頭大 等一下要去吃宵夜 圓山飯店到了 圓山飯店到了 第六公里 9分07秒 9分07秒 準備到達折返點了 等一下 還記得我們上坡的 那個目標是什麼 配速策略 用爪的 砍車用爪的 不然等一下 不然等一下會有點生硬 應該沒有標策略 我只能用爪的 哈哈 要幫我暖腎是不是 快點 推不動 啟動啟動了 重新啟動了 進入賽事的最後五公里挑戰了 大概在30分鐘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後面很冷 這是第二次他使用鞋帶釣的方式 爭取停下來的時間 我哪有 我都看清他的伎倆了 大概差不多4公里就會停一次 所以你等一下可能 9公里左右 10公里會再停一次 那過了會自動踩鞋啊 自動把鞋帶鬆掉 好 好 走 然後等一下一路緩上坡 確實會稍微累一點 調降一下 調降一下 剛剛太快了 好 已經可以看到前面的圓圓處了 但不用衝飾 不要衝飾 我怕你心臟不會開嗎 好 這樣進去就好 已經看到前面的拱門了 它就中風浮了 大概剩下最後的五到一公里了 抵達終點 OK吧 今天挑戰應該是輕而易舉吧 我下半身都沒有知覺 我看你跑到後面根本就不想主持節目了 已經不講話了 一直跟我用那個綁鞋帶速停下來 停下來路邊一直說 等一下等一下 鞋帶掉然後停下來 那是自動斷電 重點是我看它鞋帶根本好好 然後自己先拉掉再重新綁緊這樣 不要一直做效果 我沒有故意 那是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直掉 那你那時候 今天的心得 在去城跟回城 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去城 有點意想不到 是我 我覺得 還算跑得順 然後還可以拉低賽 還可以講很多垃圾話 可是回來 折返 上坡之後 我就覺得 開始已經 不對勁了 然後 心率一直上升 那溫度直接壓起來 然後而且我一直想要跟上那個節奏 可是有 可是後來還是衝不過氣 但我必須讚揚一下 就是你的前半程 算在暖機階段 你覺得還OK 你的後半程比前半程還快 所以其實整體我們今天跑的均速 是7分30秒 其實蠻快 因為我們去城的時候 大概都在8分速 然後7分50幾 回城的時候都在跑到6分50 然後7分10秒 所以其實後面 算是還蠻快 這樣看起來你好像 跑步比騎車還有希望 真的嗎 有這種事 那不然我們下一場 就先預定個21K好了 你現在狀況 我覺得體能算是滿點 在100K挑戰之前 我們還有最後一次的訓練 那那一次訓練呢 我相信 對於在賽前的調整來講 是非常有幫助的 對於最後一次訓練 跟100K挑戰 你現在的這個期望值 你覺得你大概幾分的把握 可以完成這個挑戰 35吧 35分而已 可是我之前是 我覺得是10耶 所以你現在已經從10% 晉升到35% 好啦 你今天跑完這個成績 我覺得算是 已經比一般人還了不起 而且你沒什麼訓練 好啦 那我們今天挑戰 Pana Sony 12K的 這個程式路跑 就挑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叫梁德瑞 我是江湖彭利索 我們就下一次挑戰見囉 掰掰 掰掰 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